对 你别紧张 你别抓紧就发 一个 手里拿一个球 你拿两球 对 你就跟打比赛一样 就跟打比赛一样 太厉害了 我给你提个建议 这个球没有旋转 就跟咱们拿那个弹弓弓一样 它的弧线就不稳 对 枪就在那个 那个弹线的旋转 因为你这头球都砸过去 第一个就是 砸 全是砸过去 对 这是第一点 为啥被宣传 你这不叫没有侧拳 什么叫侧拳 侧拳它的轨迹 是有弧线的 存的那个上拳跟下拳 李老师不是物理老师吗 对 因为拳手他是直的 包括咱们接发球 你对方一看 这个球 那肯定不是上拳就是下拳 没有侧拳成分 只有侧拳的成分 你看这球 他才开始管 他才 嗯 是不是啊 第一个你这个握拍 那个我感觉不太对 对 横板握拍太死 他这么发 你发不出侧拳 因为你的拍面角度就决定了 一定 一定那个 李老师的拍面角度 用着这个夹子这 标准的都得是这么夹子 以后发好了以后 这是第一步 以后发好了以后 这个手还可以辅助 那就是高级动作 再加速 对对对 这是第一步握拍 你不能这么发 这么发谁也发不出来 我去解释一下 这是高手的 李老师的握拍是这样的 就是半拿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握拍 半握不握 而没有体现一个松弛的状态 对吧 就是你得感觉是什么 就是手掌 是完全可以松动出来的 就是它可以有转动弧度的 但李老师因为它握拍偏死 所以它的手掌是死的 它的幅度只能这样 它没办法进行 更多角度的摩擦和转动 对 你又这么握拍 就以大拇指掐这个 以这为轴 这才能转动过来 对 就跟汽车 咱们那个轴似的 这个就是轮胎 这才有轴 你这么掐死了 它转动不起来 第一个握拍不对 我感觉 第二 这个轴架 太高它一万 对 是不是 架轴可以 但是得贴近身体架 你不能知道 不能空架 第三个就是 还是咱们前年说的那个事 它还是这个角的角度是在这 对 一定要跟台子平行 一条线 你才能用咬去 是不是 发球必须得点头发摇 发完得身体的压弧线 对 你想 你想那个发球 你看这么 因为难弄着手上硬 很多微不了90度 它转动不灵 但是你用身体压 你看压成90度 在这会儿击球 击球完以后脑袋往那瞅 击球完以后 所以你把手的转动 瞅向对方 通过身体转动 瞅向对方 不是 看向对方 看向对方 你就这一转向对方 你自然就转着 对 对 是不是 你看我哥那个横板给你发 你看 看那个出手 你看这胡先牙子几乎就擦往 这不就出质量了 因为它重心下来了 一定有牙齐 他的手才能放下来 李老师你一架 他的角度只能这样 就是你发过去 手有点半转不转了 你必须得把肘和这个手 放到腰腹的位置 你看才能立起来 不行你试试 你在这儿你只能是这个角度 你试一下李老师 对 你放这儿来 你放胸前 你放胸前 是不是只能是平的 你放下来 它才能立起来 对不对 还有就是 因为我在培训的时候 握过学员的手 大部分的学员都是什么问题呢 他们在发球前 就已经把拍 握成这种状态了 就已经握到 就是要掐死这个拍子的感觉 其实它应该是什么 发球前应该是这样 就是我抬着你的感觉 然后发的时候 我才能给劲 如果说你在发之前都给力了 那它就变死了 两到三分劲 是握牌 对 足够发球发到七到八分 对 你发到十分就非常容易失误 有点硬了 来我把它做一下 对 你把它的手感做一下 第一个准备 这仨教练呢 哈哈哈 这个腿 哎 这个腿跟他那个一条线 对 对 身体那个往下仰 盘看能不能立起来 嗯 这这是不是力了 是不是能力 嗯 这台子往身上看 嗯 往后走 嗯 再压回来 对 你手上的劲儿感受一下 你别用劲儿啊 别用劲儿 手上的劲儿 这个一定要放松 就我们在发 眼拍的时候 我们用两到三分的力量 使劲往怀里走 对 发一个 先松弛啊 还得压牌啊 你又平了 好 拿一个球 别不养成那习惯 松弛啊 松弛 往腰腹的那边 哎 好多了 对了 好多了 好多了 这个速度有了 一线出来了 对 可以可以 这肘又抬了 就是肘贴近 用老韩的话 肘贴近身体以后 你看李老师 他停了 然后前臂 收支手腕 对 对 我发现从来用不上收的 从来没有感觉过 因为你前妻就是紧的 所以你感觉不到他用力 你只有前妻放松 你才能感觉到他用力 好多了 虽然架肘 但是他相对来说 真是好太多了